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個禮拜的活動春之襲擊者呢很簡單 他就是你只要先消耗300個葉子 他就可以獲得一個襲擊者營地的傳送卷軸 然後呢 再透過這個傳送卷軸傳送到活動的任務場地去打這個裡面的boss 就是 襲擊者慢坡兔 那打倒他之後呢除了會獲得獎勵之外 他還有機會出現 額外的boss譬如說黑騎士黑騎士隊長 或者是死亡騎士其中一隻 好那他的掉落物呢包括有英雄變身卷軸這是百分之百獲得的就是紅變兩張 那紅變的應該說卷軸箱兩張 那強化戰鬥卷軸 4個 那龍之鑽石箱5到10個龍之珍珠12個 這個龍鑽箱他數量不同的原因是他打不同的boss 他會掉落不同的數量所以是不一定的 那除此之外呢 他也有機率獲得英雄武器箱 能力戒指箱 稀有壁甲箱 稀有長靴箱 稀有T恤箱 還有 助防助武 這個都是機率獲得不一定會獲得 但是 相信這個 通常機率是不高啦 不過整體來說 大家要拿到的這個機 拿到機會在伺服器上面看到的機會 應該還是有的 我們就直接來過這個任務吧 這個活動 那首先呢我先領了卷軸 然後就直接進去吧 在這裏面就只有一隻boss 就是漫波兔 所以我現在K的這隻就是了 那這進入時間啊 就只有5分鐘 所以5分鐘之你必須把這隻boss幹掉 出現這個死亡騎士啊 他剛已經死掉了 所以現在是第2波死亡騎士 那他死掉的時候呢 剛才漫波兔死掉的時候 並沒有掉落這個任何道具 啊我被死亡騎士暈了 死鞋的這個烈焰樹跟他的這個火啊 地獄火 依然帥氣 然後他這個會放電 又被暈了 好那我們最後拿到的道具掉在地上了 那把它打開來看呢 就是可以拿到一個 4個強化卷軸 然後12個珍珠 兩個變身卷軸 10個龍之鑽石箱子 好那我們看一下變身卷軸拿什麼 衣絲地 好槍手都是拿衣絲地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龍之鑽石箱 那全部出的都是龍之鑽石 所以我 拿到的是 最多 數量最多的10個 也就是1000片葉子 好那我覺得這個活動給的還蠻佛心的 他直接給龍之鑽石不是那個藍寶石 紅寶石那些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出資者襲擊的活動介紹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在影片的右下角 按下訂閱 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們最新的 影片上加通知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